今天东北季风在清晨的时候 依然是比较偏强的 不过到了白天的时候呢 东北风的强度减弱了 再加上呢 南方云系上来的水气量减少 所以呢 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会感觉到 阳光开始露脸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三个之最 第一之最 天亮之前的时候最凉的地方 桃园的新屋温度在16度 所以呢 在天亮之前温度形态来说 依然是一个明显偏冷的状况 你这早出晚归的朋友 穿着方面还是要注意 不过 这几天啊 如果你有到宜兰去 你就会发现到 宜兰的降雨状况是偏多的 因为刚好是迎风面带着水气进来 今天宜兰的雨的部分 在五节的降雨有达到了 145毫米的降雨状况 连续了五六天哦 宜兰的雨都是偏多的 明天宜兰的雨要减少了 但今天最暖的地方呢 在高雄中午的温度到达了28.7度 其实啊 在昨天的时候 云层多东北风墙 相对的昨天高雄只有在23度呢 天气形态来说 明天转得更晴了 但是日夜温差变得很明显 天气状况来说 可以在礼拜五跟礼拜六好 可是到了礼拜天的早上开始 北部要转雨了 气温又要下降了 另外一股东北风再度吹进来 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 先来看云层 有没有注意到 南方上来的水气量昨天有 今天的水气减少了 但是华南的水气仍然持续在冬移当中 所以中部以北 云层量来说 今天依然比较偏多 但降雨状况以东北角地区的雨比较明显 接着看到地面天气涂了 北方的高压 昨天在山东半岛西方的陆地上 今天已经冬移到达了黄海了 风场在今天早上还是有东北风进来 到了白天 渐渐地变为偏东风 可是迎风面的宜兰的降雨状况 在五节是最多的 明天整个高压系统进到了日本的东方海面 我们的风向渐渐由东风转为东南风上来 所以温度状况来说 有两天的时间上升 但到了礼拜天 风面云带再度接近 来看看这今晚到明天的气温了 可以注意到 在中部以北的低温部分 比昨天晚上要相较上升两度左右 白天高温 北部26 中部27 南部29度 外岛地区的温度 在早晚的温度形态中 依然是偏冷的 小丁丁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 日盐温差比较明显 早出晚归穿着要留意 西部清晨有误 清晨出门行车要小心